现在川普的处境是什么 这是众叛亲离吗 一波一波的辞职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先说明一下 就是说呢 昨天的抗议的活动 或是占领国会的行动呢 基本上跟某些蓝营的朋友说的 太阳花学域 本时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用的最简单的形容 大家都知道 除了场所一样 一个是国会山庄 一个是立法院 但是一个叫做公民不服从 一个叫做选民不服输 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大家一下比较就可以比较出来 但问题的严重性在哪里呢 是因为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来 其实这些能不能代表美国的民意 或者是能不能代表 多数川普支持者的想法 这大有疑问 但是对于选举不公的质疑 所累积下来相对剥夺感 跟愤怒的民意 是这一次最主要的引爆点 所以我们可以从画面看出来 事后还原更多的画面 我们才发现这场抗争的强度 基本上是非常高的 能量来去哪里呢 对这场选举是有意义的 对这场选举的过程的中立性 公平性跟客观性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看群众在天寒地冻 将近零下5度的气温之中 去进行抗争 而且警方或者是围情人员 也进行了大幅度的这个镇压 所以冲突的过程之中 就造成流血的伤亡 因为在这个美国国会 发生这个暴动 同时我们看前行政院长江仪化 他把这个美国国会 这个暴乱事件跟太阳化作类比 认为这是两套标准吗 江仪化身为一个隔魁 身为当时国民党在国会扮演多数 而行政院长又是国民党 所主导的江仪化 这个事件的说法里头 站得住脚吗 FB里头呈现这样的一个论述 来 周年胖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江仪化那个说法 完全不合理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把这个太阳化 跟美国国会 他们唯一的相同只有 刚刚宇超讲 就是发生地点相同都在国会 但是它的发生原因 跟最后造成的结果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先来谈江仪化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太阳化学院 请问当这些学生离开立法院之后 有没有人受伤 有没有警察受伤 或是学生受伤 没有 有没有东西被故意的破坏 没有 当然你讲开枪更不可能 所以就结果来讲 美国的这个国会的 这一场的骚乱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不能排除说是少数有心人是刻意制造出来的 比如说刚刚宇超点出来 那个两个被人脸变成一种辨认出来 其中有一个 其实他是所谓的长期是支持那种无政府组织的 那但是 我们的太阳化学院 其实诉求非常明确 当时就是因为怕服帽 因为服帽 整个这个黑箱的作业 所以担心服帽 没有没有这个造 对台湾造成影响 所以学生到立法院 出发点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想请教 江仪化到现在 不知道他下台的原因是什么 是这样子吗 来赵宏璐 我觉得不是 今天特别讲的这两个 这件事我觉得从两个方向来看 第一个他要替自己脱罪 他其实他现在这个案件 那个起诉法院也还没有完全的有结果 对不对 江仪化那件案子 行政院那件 还有人家这个学生还在上诉当中 第一个他是这样 第二个如果从更深一点的 这个政治谋略来看 等一下跟大家讲说 你看国民党跟共产党 其实对美国的这一次的 这个占领国会的 他们的论点几乎都是差不多的 国民党跟共产党的都差不多 那我们先来看 这次美国国会的 这个跟台湾的太阳化 其实你给他看 他起因跟过程 跟他的影响都不一样 美国他这次的起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选举的问题 他们认为他的民主程序等等 有一些人不认同 这个是造成了他们去占领 美国国会 那另外我们台湾的太阳化运动 其实那时候就是一个反中 然后保台学生的一个自主的运动 反中保台的学生的自主运动 第一个原因就不一样了 你故意要把两个去比较 我觉得这个完全的比较的标准不一样 我还比较觉得 这一次的美国总统的这一次的选举 比较霸占国会的这个 更像2004年联宋佩输的时候 那时候一堆人也是上街头 然后在路边的抗议也是很多天 甚至之后的一年两年 你看在总统府前面 灰国旗抗议的都有继续 我觉得还比较像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2004年 国民党也是不认输 然后他们也是发动了这个选举诉讼等等 后来全国重新验票 结果后来陈隋宁的票 还比他原来的票多了一点 我觉得这两个的比较 我觉得还比较相像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看得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次 美国的这一次 他们发表了很多言论 就是说你看美国你自己都不民主 自己都怎么样 还是笑我们香港怎么样怎么样 他连续好几篇的这个文章 包括他们的报纸什么的 都这样一直批评 那结果很遗憾的 在台湾的国民党 既然也有前行政院长 发表同样类似的言论 你不觉得这个是国民党跟共产党 他们两个的观点是一致 然后其实国民党都没有想到说 他说的这一些 会伤害到未来的台美关系 因为你不管是民主党也好 或美国的共和党也好 基本上他们都是美国的政党 他们在这一次的行动当中 两党都深陷其中 你去批评谁 我跟你讲都不对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国民党未来跟美国的关系 我也认为是雪上加霜 那他们知道 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共产党比美国还重要 对国民党来讲的话 在国民党里面 都没有强装 对国民党里面 对国民党来讲的话